嘿,大家好,我是MNike,叫YMO或YMO 那今天呢是這個活動簡介 公主連結每個月會有兩次的活動 一次是月初的新活動 一次是月中的去年的復刻活動 那這一次就是復刻活動的活動簡介 那這活動簡介中呢 我會簡單介紹一下最近的體力分配的部分 然後還要簡單講一下這一次的活動 講一些我自己個人的建議 順便簡單聊個天這樣子 好,那首先呢先來看一下這次活動的部分 這一次活動會有一個活動的限定角 是泳裝中二 那泳裝中二就是日版的狀況來說 他在聯盟戰有昙花一現的表現 就是大概會有一兩個月左右 會在法刀、在新黑刀中 呃,有使用的空間 那這一點其實就相當的麻煩 因為這個活動撞到了Rank Bonus 那Rank Bonus開了之後呢 大部分的輔助類型的角色會要升上來 那雖然有N3就是有Normal的三倍 但是呢體力的負擔還是蠻大的 像我自己個人的帳號 按照期望值來算的話 可能要兩三萬的體力才可以把我想要升的角色都農完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玩家應該不會像我一樣練這麼多角色啦 所以呢 這一次的這個活動的建議 我自己個人的建議會是說 活動的中二這三關還是要稍微打一下 就是拿一下中二的碎片 那只打這三關Hard然後再加上VH呢 應該就可以把箱子都開完 如果你的運氣不是太差的話 就是你VH可以一回 然後你的SP可以一兩回這樣子 那這個是活動的部分 那活動以外的地方呢 那當然重點就是在於這個裝備的部分 就是Normal三倍要弄哪一些關卡 那其實這一次的Normal三倍呢 我自己做一個簡短的簡單的小建議啦 就是這一次Normal三倍對於大部分的玩家來說 你都是要以輔助類型的角色為主 就是 有很多這個開卡在紫框的輔助角色嘛 你就是優先把這些輔助角色都農好 那輔助角色都農好之後呢 再來開始慢慢農那一些輸出類型的角色 原因是因為說輸出類型的角色 你就算差一件差兩件裝備 其實有差的機率是比較低的 尤其是如果你是打AUTO刀為主的 以偷懶刀為主的玩家的話呢 那這個輸出類型的角色 這些21的角色你就算還在20 那其實應該都沒什麼太大的差別啦 只要20 21之內呢 對於AUTO刀來說的影響都是不大的 頂多傷害會有差一點 可能差個幾十萬或是一兩百萬這樣子 可是至少是能打的 但是輔助角因為有RANK BONUS的關係 然後再加上說被攻擊的時候會有這個懲罰嘛 所以如果你還卡在紫框的話呢 那大部分的AUTO刀你可能也會沒有辦法出 所以呢這一次的裝備 雖然看起來好像很多很多角色 很多裝備要農 但是實際上你最核心的重點 就是把輔助類型的角色 全部都農上R20 就至少要農到R20 然後空裝這個樣子 那剩下來的體力呢 再慢慢的把這些輸出類型的角色 PVP類型的角色稍微補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呢其實我會覺得還好啦 就是畢竟有N3嘛 然後再加上說你實際上 一定要在這個月農到指定練度的角色 其實是沒有這麼多的 只要農這些輔助角色 這些輔助角色都農好 那月底的聯盟戰應該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剩下的呢就慢慢補 這樣子 好 所以呢我會覺得 把體力分配在這個活動的部分 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啦 那除此之外還有一個蠻大的問題 是這個心碎的部分 我自己個人的帳號心碎真的是 非常的缺 就是 對 就是非常的缺 當然這一部分是因為我練很多的角色 可是如果你是一個老玩家的話 我相信這樣的問題也 蠻容易發生的 所以那個剩機的部分 我自己個人也是會打的啦 但是要不要打就看你吃多少體力這樣子 可以稍微去分配一下 就是例如說你算一下現在到聯盟戰還有幾天嘛 例如說 你希望在一個禮拜七天之內農完 那七天你就去分配一下說 你總共有多少隻角色要練 例如十隻好了 那你一天可能就要練個1.5隻 這樣會比較來得及 這樣稍微計算一下 其實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 那再來呢來看一下這次活動的這個VH的部分 那月中復刻活動的VH 通常會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呢會比去年我們當初打的版本 還要再更簡單 然後呢我們現在又有新的角色 所以呢對於比較新手的玩家來說 月中的復刻活動的VH的難度 應該也是不大的 那簡單看一下技能組的部分 然後他呢 呃基本上他的技能組 所以他的UB呢是 呃他會有一個狀態叫做二星啦 那在有這個二星的狀態的時候呢 他的傷害是會提升的 大概是這樣子的感覺 那在開UB的時候呢 也會把他的二星的數量消耗完 他就是有一個就類似他的BUFF的東西啊 他在開他在開小招的時候呢 他有一個小招是會這個增加自己的二星呢 那這個是最大的重點 也就是說你如果打這個BOSS花比較長的時間去打的話 有可能會呃在生存上會比較棘手一點啦 那再加上說難度比較不高的關係 對於一百等上下的新手來說 我覺得直接用火力把他輾過 應該會是比較保險的方案啦 因為他的這個防禦面也不算特別的強嘛 他就是嗯會對你的生存造成比較大的壓力啦 就是你可能輔助只要是就放一個 呃可能攻殼之類的 然後其他就盡量用輸出 然後趕快把他輾過去 基本上就沒有太大的問題啦 那如果說你的烈度真的很低很低 你沒有辦法把他輾過去的話 你要用防禦的方式去扛住他的傷害 我會覺得難度稍微有一點高啦 大概是這樣子類型的BOSS 好那再來就讓大家看一下我自己的帳號 打起來的感覺啦 那因為是月中的復刻活動有關係的 所以呢我就隨便放一些 我就隨便放一些這個 這一次活動的這些角色 然後感受一下 放了這個七七香 七七香 呃要出那個了嗎 要出六星嘛 但是七七香的六星好像沒有很強 就我本來還蠻期待七七香的六星的 然後結果還好 是讓我覺得蠻可惜的一點啦 因為七七香剛出的時候 其實呃他 就是呃有在法隊裡面有一個蠻強勢的表現啦 就是七七香剛出的時候 法隊是還沒有太多的單體輸出的類型 然後原版的七七香的UB是單體的嘛 所以呢就導致說他有一個 對還不錯的表現這樣 只是現在看起來 六星之後也是沒什麼太大的希望 還蠻難過的 好你看像這個樣子 就是直接用一個輸出把他捏過去 就可以了 因為他那個打下來還是趴血啊 那個趴血非常的痛 所以呃即使是我這種練度的賬號 還是會受到蠻大的傷害 只是 對你看這個 UB下去就直接到了 所以如果你放個泳裝咲戀什麼的 直接轟一輪基本上就結束了 好那以上呢就是這一次的這一個活動簡介啦 好那這一次的影片呢 我知道就是 我可能有一些地方咬字蠻含糊的 是因為 我嘴巴裡面 咬到破一個洞 我現在很痛啦 所以 好像蠻常咬到嘴巴的 應該要 盡量去避免這樣的事情 因為這樣會比較不方便錄影 那稍晚會有這個SP關卡的 打法啦 就讓 再給大家參考一下 雖然說 復刻活動的SP關卡 難度不怎麼樣 好那今天就到這邊 希望都可以幫到大家 去選擇說要農哪樣的裝備 然後呢去選擇自己的體力分配好不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